原住美恩河 多魯河 我們會來到水都斑府古城 走進來舊城區 一定會經過通往前面中央廣場的天橋 在我身後的建築物 上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壁畫 和平時大家一般見到的壁畫很不同 因為它是一個濕的壁畫 在水泥未乾之前 紋上去 令到顏色才能保持得這麼好 看完這幅畫 我們就可以走進去 感受一下十四世紀的中世紀古城